请!饭外景欢度生日!安维玲开心自卑大力! 台势新八点档情,奋日前于宜兰拍摄外景正逢安维玲生日,剧组特别送上精美小蛋糕为他庆生,他分享平时生日几乎都与家人一起庆祝,虽然这次在工作中度过,幸好有剧组和师碧乌宗汉,秋德洋相伴让他觉得很大。 温馨,他还表示今年已帮自己准备了一个生日大礼,原来是他近期在新北市买了一间房子,他笑说,因为好友威廉跟我说,买了房子后人生会更顺利,于是我就立刻下定了,现在工作起来都很有动力。 过去到处租屋的他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家,再加上看到双胞胎妹妹结婚,生小孩,让他很向往婚姻,而自己也是喜欢小孩的人。 中外表演的他更大方分享起未来对婚姻的规划,虽然我不是事业心很强的人,但若是以后结婚我还是希望能继续最爱的表演,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。 自朝市宅女的安威廉常常没事喜欢待在家,特别喜爱将家里布置营造温馨气氛,个性浪漫的他分享,现在没事就会到处逛,已经开始在想要布置成什么样的风格。 而在选屋的过程中也发生一些令他觉得不可思议的事,第一次购屋他都靠身边朋友帮忙,介绍,师兄张汉就曾介绍自己楼上的空房给他,希望当邻居,看屋后他特地到附近土地宫庙拜拜,祈求顺利,不料当天晚上睡觉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 我一直在聊,东西一直掉,结果有个矮矮的老先生指引我逃生方向。 他事后觉得可能是土地宫明明之中有什么暗示,后来也并未顺利和师兄成为邻居,他解释,可能是我跟房子的缘分不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